另外在台南归仁宝大路段 日前因为一条长达20公尺的电缆垂落在地上 加上当时天色昏暗 害得一对夫妻闪避不及意外摔伤 两个人遭电缆缠住 在地板上拖行了数十公尺 夫妻俩全身多处严重的擦错伤 现在就连工作都因而停摆 生计大受影响 脖子这边 这边都是那个电线缠绕的 这边也是缠绕的 就是横条的 对三四条左右 那这边都是破皮 就是皮整个插不见 不止陈太太伤很累累 她和丈夫两个人全身上下 都有不少摩擦烫伤的痕迹 用大片纱布包扎起来 不过伤口依旧痛苦难耐 而肇事凶手就是她 昏暗的大马路上 20公尺的电缆线垂落掉在地上 21号晚间7点左右 陈先生和陈太太共乘一辆机车 行进台南市归人区 因为路灯没有亮 视线受到影响 没有及时看见垂挂在半空中的电缆线 负责辆就这样被垂落的电缆线勾到甩车 前面都是暗的 我看到那个电线已经在我正前方了 我一定来不及刹车 我刹车都来不及 直接一直滑行 滑大概三四十公尺左右 车里拨到车又拆去 因为它欧帅时很惨 回到事发地点 垂落的电线已经回到原来位置 但当天电缆线为什么突然垂落 目前台电还在调查 目前本分局已经破大调阅各个路口的监视器 已经行经这个路段车辆的行车记录器 来厘清造势责任 警察在说是有可能大车经过有勾到 还是没有台电他们没有用好掉下来 现在夫妻俩因为受伤 短期内无法工作 只希望能尽快调查出电缆掉落的原因 请求有路过的驾驶提供行车记录器 能尽快找到害他们摔车的罪魁祸首 借台南综合报道